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心信念 六十多年来 他坚持为人民歌唱 不忘党的教诲 年近八旬 他依然奔波在基层一线 命运的眷顾 让他和歌唱艺术 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坚定的选择 令他走上了 智风沐雨的民族歌曲传唱之路 一辈子 一件事 他让理想之花 深情绽放 一颗心 一腔血 他为时代和社会 心情赞美 你对 对群众有 十诚 十分爱 他会给你加倍的赏还你 音乐人生 带你走进 时代楷模 女高音歌唱家 运恩凤的音乐世界 2016年春节莲欢 大会上 76岁的陕西级女高音歌唱家 运恩凤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在此前不久 2015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刚刚授予他 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 并向全社会发布了 他的先进事迹 一定要珍惜 每一场演出 把我的真心 要给唱给群众 群众的行动 真是鼓舞了我们 所以我将永远不会离开群众 永远为人民歌唱 永远歌唱 我们伟大的人民和祖国和党 退休前身为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的 允恩凤 从已66年来 始终把歌唱党 歌唱祖国 歌唱人民 作为终身追求 扎根基层 乱舞为人民群众歌唱 由他演唱的南尼湾 山淡淡开花红艳艳 兰花画 三十里铺等代表曲目 多次畅想在三行大地 大江南北 这儿 谁呀 哇 云老师 嗯 鲁宇 刚才 到您家来打扰您了啊 什么打扰 正门来看看您 孙老师在不在 是啥 孙老师好 是啥 当门已经知道了 还记得我不记得了 是百九十人 当门还知道 还记得我不 信着我读玉墨 在整理东西呢是吧 不是整理 就是这家就这么多东西 你仔细看啊 其实都是井然有序的 是吧 不行 好多东西不舍得丢 是吧 都有意义 在玉墨凤家里 白满了他多年来 四处演出的照片 提起来一幕 为老百姓唱歌的前景 老人家记忆有心 十分激动 这个照片 这个那个 总理 我记得好像那个 有一个小故事就说到 好像说 总理还说到了 你们俩都有一个恩字 他听了我唱汇报演出 跟咱广播明月团借我 后来调我 咱这应邀赶回来 六十六年的艺术生涯中 允恩凤先后参加过 五千余场次演出 举办过四十余场 独唱音乐会 四次见过周恩来总理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位在中南海 淮仁堂举办 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 一昨四零银音乐 允恩凤出生于西安 足迹陕西华音 曾师从我国著名歌唱家 郭朗英 王坤的他 十一岁开始演唱生涯 直到七十七岁高龄的今天 依然坚持为人民歌唱 饮水四源 被群众与为黄土高原上的 银灵的孕恩凤说 有党和人民的培养 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为了回报社会和人民 我心甘情愿 一辈子做一个为人民 唱歌的一武功 我记得那次光绽放的时候 您给我讲过那个故事 十一岁人家革命 他就是那个记者 沿新华广播下来的 他不再当播音员了 他是做记者 六一去到我们学校采访 我一唱 唱的也可多呀 唱的啥歌当时 我唱的一个诗词 就是古典诗词 他去了 他就看见我了 他回来给我们团长说 老鱼 东尔市小学有个女孩 那事情可好可好 没有见过这么好学生 这样完了以后呢 我们正好六月下旬 在前新安市歌庸 就是中小学歌庸比赛 团长就说 这个挖个腰了 赶紧找我们翁老师 主人翁的翁 找翁老师 刚才唱歌 另唱那个挖 挨腰了 不叫挖上中学了 不要靠了 结果就恰巧 我在我们家 8月2号 在门口 有我们家的怀处 我这上述都可快 一上坐的上头 可有意思 后来人一会儿来 两个人 都是推的自行车 推自行车 要好给我推行李 一个是团长 一个是大姐姐 大姐姐现在也都不在了 她一走到那以后 我看着 诶 原来风假在那儿 就问着我 我说就在这儿 词一哈就下来 下来赶紧跑过去 跟妈 人也人来了 我妈就赶紧给我 行李赢了 我爸还上班了 就给我赢了 赢了 拿着这么 比这大一点的小乡子 就这么大 里头放个锅块磨 放了一个碗 我们就一直走着 爸爸妈妈说的 那当然我妈都 我妈也有点那啥 刚我回家 我说 我说妈 我老实说 有个地方也有了 我妈说 有那啥是哈桥 碰了个好鼓锡子 就说比较 有运气了 有运气的 后来我们到那以后 说 咦 这咱那行蛙 找着那蛙 就是 靠 就是咱团长舍那个蛙 反正就这样 因为我跟他唱几个歌 他让唱我就唱 唱完以后 我整个回 咦 你刚来咋能回 你不能回了 我说为啥可不能回 我以为来玩来 我说为啥不能回 他说 你参加革命了 我们团长说 那大同志们也说 我说啥叫参加革命 我就不知道 妈呀跟你说 参加革命 就此为人民服务 明老师 这就到咱们学校了 就这东阳市小学 那时候 六十多年前 这没有这么繁华 没有 这个这么多年 再回到这个小学母校 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吧 那小学 比我现在 那时候就是 我们班级 我第一年期都在这 我姐姐他们在上头 在后面是大操场 离开度过了六年 学习时光的 东阳市小学后 云奉 想看看第一次 参加工作的地方 原西北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文工团 遗憾的是 随着时代和城市的变现 广播文工团就职 早已烟火在 繁华的大街小巷 楼堂拐缩之中 运恩凤和陆玉 一路寻找 一路感叹 美好的青春记忆 也随之 一点点复活 有印象了吧 保险下小区 当时就是在这一块了 是吧 走进去 变了 是应该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66年过去了 西北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文工团 依然在运恩凤心中 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他对这个改变了 自己一生命运的文工团 充满了感激和眷恋之情 因为在这个文工团里 他不仅走向了通往音乐殿堂的大门 也收获了一份令人信念的爱情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和丈夫 祝您做出家孙少 相识相爱于此 携手为人民服务于此 你们俩在这个团里 从相识到后来相知 好像是源于当时您生了一场病 蓝尾炎的时候 五四年 那时候小时候就任性 是那个柿饼 就柿子做成柿饼 那买的零买的 吃了一斤呀 那可不得了 那个柿子空腹不能吃 他容易跟那个胃研膜成了适时症 就是柿子结成石头了 这个非常危险 所以我那时候吃了这以后 也不吃饭 喝了一碗榨菜肉丝汤 完了第二天早上 也疼成啥呢 后来他骑着车子 我坐的那个人力车 那没有三轮车 就拉到北大街的中心医院 危险 危险 再晚了就不行了 那汇农就 孙老师给你送去的吗 他把我送去 送去后人就回来了 我就住那 住那我还 后来让他给我领的 一个月有三十几块钱钱 这时候你们俩之间还没有 普通同质关系 就是 那你就怎么着 你发现他对我好 那他后来我们一块出院以后 他后来到俺家看我了 还给我买了一盒 我让他给他钱 让他给买了个香脂 就这么小个香脂 擦脸的香脂 擦脸油 擦脸油 让人给买 那这时候可能心里已经有点 他可能呢 我还是都没有 我都到了是5月21号 那他回来跟说他 孙老师想给你好 你再捅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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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哥说可以 就是这样 那一年您是多大来着 我都 我才15 6岁 15 6岁 小嘛 那时候孙叔叔已经 20 2 20 他都 他大过5岁 10几岁在一起 就是 半辈子都走过去 现在要说我们俩在一块就 66年了 因为他是 他是应该工作67年的 我是60 我比他晚11个月 在革命的队伍当中 一起长大的 青梅竹马 然后一直都秉重着这个 为人民服务 然后您去唱 他伴奏 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青春 就是这样 在孕恩凤家里 随处可以看到 这样一张张 一份份 一落落 关于孕恩凤新闻报道的简报 多年来 丈夫孙少 一直以这样 看似落伍的方式 默默关注着妻子 孕恩凤 孕恩凤常常对人说 几十年来 我的经历 几乎全在歌唱艺术上 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老伴孙少 对我的事业支持很大 我的成绩 有百分之七十是孙少的 其实 孙少不仅是 孕恩凤生活中的坚强后盾 也是他歌唱道路上 密不可分的一份子 孙少是新中国成立后 当培养的第一代音乐工作者 他的作品都来支援农业战线等 曾经唱响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 他背着一架三十六斤重的首风琴 从风华正茂的小伙 到八十一岁的茂迪老人 始终站在孕恩凤的身旁 尽职尽责地追随着 默默地作词 作曲 无数次现场改编 现场填词 他们是新中国音乐历史的书写者 他们的经历 见证着音乐艺术的发展 一辈子 一件事 他们让理想之话真情绽放 一颗心 一腔血 他们为时代和社会 轻轻奉献 他们用毕生 为人民而歌 眼前的这个农家人 和这个院子里的女主人 在孕恩凤的人生经历中 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963年春天 23岁的孕恩凤 跟随文化部派出的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一起 在这里 与群众同吃同住了四个月的时间 他和农民一起生活 一起玩动 教农民学唱歌曲 向民间艺人 学习王农腔 梅护唱段 也有幸跟随一起下星的著名歌唱家 王坤老师学习歌唱艺术 这第一次见到那个云老师 到您家 他那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当时 牙签 下了一个脚趾 一个长脚趾 漂亮 三脚趾 就是的 那个时候 牙签漂亮 他们这样那时候 这些大明星啊 这都是到你们村来了 这村里不都得轰动了吧 就是嘛 人家都轰动了 在云恩凤的音乐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像猪王社区这样深入群众 下乡学习锻炼的经历 还有很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曾经多次到陕北采风 跟随陕北著名歌手 白饼全学习过的他 造就了独树一致的 陕北民歌味道 1958年秋季 在参加第一届 全国曲艺会演时 云恩凤演唱的歌曲 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 也正是因为这首高亢 聊聊聊热情的赏本名歌 云恩凤在国内一举成名 云恩凤常说 他很感谢三心大帝 这片滋咬他 给了他艺术灵感的黄土地 那时候您唱歌经常到基层去 主要就是也都是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 有时跟农民在一块劳动劳动 或者是怎么体验 有时在农村有些地方演出 看到农村的开一些什么会 我们也参加 您在温南有啥小事挺难忘的吗 那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团也经常在城里有演出 演出当时我还是必须要到 那个时候就什么都认真 给我一打电 我就赶紧就买火车票 那时候也没有人说 没有人写 自己就赶紧就 坐车到了车站以后 也没有啥 坐过公交车到人民区院 到那去后 有时孙老师可能给我带个衣服 上台的衣服 问人管服装的谁 演完了以后都不敢回家去 都不会说 跟他就在剧场见一下 孩子们得要到 都没说敢住一晚上 都没有 那时候赶紧就再 坐公交车 坐到火车站 上车就到那 反正可认真了 国家交的事 就得认真完整 确实这样 绝对是不会那个山 像有时给我们布置的事情 那你平时都完成不了 那加班是长事 没有一句怨言 一句怨言都没有 你不知道咋 就觉得可好 就觉得大家 呀就是 就是要心往 一出想 心往一知识 就是这样 后来我到渭南 后来十八年没去 他说写的表语 写的黑板上写的 恩凤 思相亲 心怀 庄家人 还有十八载 什么什么 都还记得 都记得 那你想我那时候 唱就是我那天唱 其他唱 就是有的唱 杨昌华的演出也少 他中央文化公务队 让我参加演出 那我一唱 他们底下打呼哨 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就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那样 是因为你把 最真挚的歌声给他们 他们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我反正就觉得 就是人心换人心 真是这样 你对群众有十分爱 他会比你加倍的反怀 青春年少时 云凤树的教育 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风华正茂时 不断渗入基层的实践 让他充分认识到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 才能得到人民的欢迎 认可和喜爱 自己的艺术道路 才会有生命力 云南凤的名字 并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而在基层的观众那里 他几乎是越越见 天天见 从一六十多年来 田间地头 建设工地 矿山景下 铁路隧道 工厂 学校 部队 社区 监狱 福利院 他长期扎根基层 将自己的歌声 带到普通老百姓身边 哪里有需要 就到哪里演出 是运奉艺术道路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您到基层演出 我记得好像说要到秦岭隧道 然后您听说里面有工人 您就要 一定要去 几千米是吧 走到四千多米 一共是八千多 就陪您一起 他就背着手风琴 十好几分钟 完了再唱山丹丹 什么南宁丸雅 秋书好些歌都唱 这边也唱足有三十分钟 后来那些领导说 云老师你得你休息 那时候那咋休息上 他说俺们还要到 到那个隧道里头去 那你去我也要去 因为你不能去 我说为啥 那有盐包 啥叫盐包 他简说的 简称岩石爆炸 他说就是岩石爆炸 我说不不不没有想 他说那时候人家工人咋不怕 咱进去就爆炸了 后来我问他们也没说 他就觉得让我再去 孙老师背着琴 干啥 所以我们到了跟前 就离这么远 工人连回头 那么专心地在那工作 所以让我当时看着 想到美景底下 到这隧道 看了以后心里难受 看他们跪着 趴着光美 有时候大人 不是小孩在那 你说 所以我到那看以后 就背过去 就眼泪流头 你们要去以后 男子汉也会那样 现在咱们经常说一句话 不忘初心 您的初心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原先 就按我们党组织 要求我们这样 现在我更加应该这样 没有啥 就是好好工作 争取时间好好干 我这人反而还皮实 也不娇气 少在家待一会儿 一个是革命阵营 你想周总理 给我们说的话 毛泽西说的 现在我们的领导说的 都是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心里做了 心里是舒坦的 我就想给年轻的孩子 说一下 你们经常都到群众当中去 你就离不了他们 66年间 约恩凤演唱歌曲三万余首 始终坚持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人民 红色经典歌曲 是他演唱的主旋律 与他一片痴心相呼应的 不论是各式各样 绚丽华美的舞台 还是乡村 矿场 工地 社区等简陋的演出场所 他多时身穿一件 自己手指的 补了又补的红毛衣 红毛衣 成了约恩凤特定的演出符号 除此之外 多年来 约恩凤演出时所穿的服装 基本上 也都是自己花钱制版的 他不计报酬 群心为民的简朴形象 已经深深烙印在三秦大帝 一代代的观众心中 好 我今天见您这件衬衫 就想起去年见您的时候 还是这件衬衫 穿了这么多年 这已经91年的 演出服 在家吗 在 昨天还用 好的 这个裙子这么多年 您都不舍得扔 那你说这颜色 现在我在街上看 有一个地方 其实你看都这样 这你看这我都缝上了 这个衣服是我设计的 我就说 要有什么样式的 这有咱中式的纽扣 在这个地方 等于是七片裙 它们不是有八片裙吗 这七片看 这个到这 就是不要中间再有一个缝了 中间这是完整的 您为啥不再做一件呢 这一个是 就得要找这样料子 这个颜色很正 他们一看都好 他们就说颜色好 后面能压住 压住台就这样 穿着自制的演出服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 连续20多个春节 主动下机层义务演出 退休后 一年义务演出 七八十场次 云奉长年活跃在群众中间 更令人称道的是 他不止一次退还各种演出的劳务费 实在退不回去的 就捐献给慈善机构 栽区群众和贫困孩子们 在本该安详晚年的年纪 运恩凤却忙得像个风风火火的年轻人 一辈子 一件事 牢记为人民服务 以心为人民歌唱的运恩凤 多年来忙得顾不上家庭 顾不上亲情 对老伴孙少有着深深的愧疚 生活当中呢 孙叔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家他可以说总理 我几十年没领过工资 都是他领 都是他都管了 不管买糖 后来有糖票 粮票 我都根本 家里的事都他 都是他 孩子的事都他 又是一个好儿子 又是一个好女婿 好丈夫 好爸 现在又是好爷爷 现在脾气卡得很 爸爸我还怪 人家说老小老小 有些老年人到老了以后脾气变 后来说老小了 那他老小我也老小 现在有时候脾气有点变 变 他都有点优惑就发草了 就变脸了 那你就让了 那算就是这样 你得问他当时我们俩正 不行 你不能肝脏 他拿那么重 人家现在心衰 就不能拿太重的东西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这感冒就不行了 你现在越感冒 你心脏衰竭了 心功能不行了 就这样的身体 还经常跟您出去演出 手风心拉不动了 拿口气 你心疼不心疼 那也没办法 你说他有个音还就好一点 你一晃 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后来我想 我最近也想 呀 这没有几年了 那不能这么说 后来你昨天说 不行不行 你还肯定要活 你肯定要呢 咱们还要互相 咱们还要见面 你还要给我 我们还要听一场 就要听一场 他一辈子对我帮助确实很大 你说他我们到基层去演出 好些都是他写 现场写歌词呀 所以这点人是不错的 心里有什么话 想跟他说 就心里对他说的 哎呀 心里就是说 他能好好的 我们俩还真的 没有怎么生活 我们俩还真的没有怎么生活 我们俩还真的没有怎么生活 哎呀 你出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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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